由于紧凑型SUV市场过于丰富 因此大部分人在选车时都会多少有一些纠结 尤其是年轻人各自自己的第一辆车时 总是要比了又比 站的角度不同 自然选择的车型也不同 究竟是选纯电还是混动 还是依然保持一颗燃油性 这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说这一次 我和Anderson就打算拿着相同的RMB 预算并且找到一辆 符合自己演员的紧凑型SUV 我们一起把这两辆车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不过为了要缩小范围 我们还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就是首先国产品牌 然后是15万以内 并且还要是混动车型 没错 于是我就拿着我的预算 选择了我身旁的这辆既有颜值 同时性价比又很高的 2023款的东风风神浩瀚 DHI1.5T尊贵版 它的价格是在12.39万元 而我选的就是2023款 比亚迪SONPRO DMI的冠军版 110公里的周围型 价格稍微贵了一点 15.9万元 不是你给价格超了呀 你这不符合规则了 没关系 电头有人会买 好吧 那既然是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选的这辆车 依然能够比得过它 那咱们现在就先从 我最关注的这个外观审美 先来说起 那么在外观审美设计上 我个人觉得 我的这辆浩瀚 一定是拔得头筹的 当然了 我不否认比亚迪整体的 一个外观设计 不过跟我的浩瀚比起来 应该相对来说 更加中规中矩了一些 首先呢 我这个车的前脸 它用到了一个扁平化的设计 并且用到了一个 贯穿式的LED的前大灯 这样的一种设计模式呢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现代人眼光 同时呢 也更加的时尚 不过啊 它的这个前脸啊 是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的 家人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再来到侧面 整体的车身侧面啊 看起来还是更加战斗的 尤其是它上面的这个小工艺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溜背造型 以及它上翘的小压位 看起来都更加的年轻 并且也更加的运动 再来看一下尾部 虽然两车呢 都用到了高位刹车灯 和贯穿式的尾灯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浩瀚的 这个灯珠的形态啊 还是比较特别的 同时呢 它后唇的这个双边四处的排气呢 看起来也更加的战斗 并且呢 也非常符合它运动车型的风格 而且呢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这辆浩瀚啊 同样的价位情况下呢 它配备的是一个20寸的轮毂 而Zone Pro DMI呢 只有18寸 你看我这辆冠军版的Zone Pro DMI 实际上在外观上 就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了 前脸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BRD 家族刷设计语言 它的侧面呢 也没有那些小压尾啊 小溜背啊 以及非常风骚的侧群等等 主打的就是一个中规中矩 当然这样的设计风格呢 非常符合这个级别 消费者所需求的大气温重 这种个性感不强 但不会出错的设计 实际上也是比较讨好的 不然为什么它能一个月 卖19000辆呢 所以这种中规中矩的设计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非常符合我这种实用主义的审美 那我觉得啊 外观上咱们也就不用争了 各花入各眼 对吧 还是把这个投票权的 交给咱们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大家觉得这两款车 哪一个更符合你的演员呢 这辆车扣1 这辆车扣2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从方方面面来考量一下 这两个车在数据上的表现究竟如何 看完了数据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空间的尺寸上呢 这个浩瀚呢 相对来说要比SOM Pro可能大一点 不过呢 在紧凑性SUV当中啊 我认为空间利用率这个 才是真正考量一辆车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没错 那么我们两个这个身高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 我身高176啊 腿长110厘米 我身高195 没量过腿多长 那咱俩比一比就知道了 别比了 我的腰在这儿 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他的腿大概有120厘米啊 那这样 我们两个这个身高 我觉得来测这个紧凑性SUV的空间 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 那我们两个呢 会分别坐在主架和主架后方的这个后排啊 来真实的测量一下 这两辆车的乘坐空间 同时呢 为了要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确 并且呢更加的公平 来来来 上皮尺 那么在实际的测量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两款车 其实它在空间利用率上都还不错 不过呢 他们的这个后备箱空间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这两款车呀 全都是电动后尾门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浩瀚上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可能对于长期使用车辆的朋友来说呢 并不是非常的新颖 我个人觉得一辆紧透型SUV 可能新手会多一点啊 在初次使用这款车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提示作用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巧妙的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备箱的这样一个测量是什么样子 整体看下来呢 其实它们的后备箱空间呢 差别并不是很大 不过呢 有几个小细节啊 我想提及一下 就是浩瀚呢 它是拥有一个小小的深度的 我觉得这个呢 在乘装东西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好的阻挡作用 这个呢 在比亚迪上就是没有的 同时呢 它的这个后排的座椅啊 都是比备可以放倒的 但是呢 浩瀚呢 它是可以在后备箱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倒 但是比亚迪呢 你需要到侧面才能把它放倒 这样看下来呢 实际上空间是差不多大的 不相上下 那么接下来就要上车看一看 不过在此之前 给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这辆车 2013款的比亚迪 送Pro DMI冠军版 它是具NFC功能的 你只需要拿手机 靠近主驾驶内侧的后视镜 上方有一个NFC感应区域 一感应 就可以直接轻松上车 非常愉快 这算什么 我告诉你 我的这辆浩瀚 除了有这些功能之外 它还有一个手表 五感钥匙可以控制 并且它还可以 远程的进行启动和解锁 我这个才是更有趣的 咱们上车看看吧 走 坐进送Pro的车内 很明显 这辆车的内饰给人的感觉 就像它的外观一样 一身震气 在规矩中带着原本 非常符合中间男人 所需要的那种 踏实安定的感觉 面前的这个方向盘 就是非常标准的比亚迪的设计了 握感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不像其他的方向盘 会握起来有点割舍 或者说太粗了 这个并没有 面前这个8.8英寸的液晶仪表 其实显示信息也是比较丰富的 虽然有一些太丰富了 而中央通道位置 其实也是保留着一些 你所需要的日常使用的按键 其余都塞在了15.6英寸的屏幕当中 当然如果硬要我挑中央通道 我有一个什么不喜欢的地方 那就是下面这两个充电口 实际上都还是USB A口的充电口 如果是能像汉一样 多一个C口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 毕竟2023年 连iPhone都已经普及了 太不随口了 当然关于座椅方面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整个填充物以及包袱物的质地 都是比较柔软的 并且后排座椅还支持比例放倒 不仅如此 它后排的cowby角度 也是可以支持调节的 这里还要给大家秀一下 这辆车语音功能 你好小迪 我大 关闭这辆链 这辆有关系了 一辆紧凑型SUV 你居然想让它有中年男人的稳定感 可以看得出来 我选的这辆东风风神浩瀚DHI 它整体的内饰看起来 也是更加年轻化一些的 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而且它很灵力的一些线条 会把整个的内饰氛围 营造得比较年轻和优雅 同时能够满足各种各样 斜杠青年的需求 当你是一个音乐达人的时候 你可以对着13.20寸的中控屏 说一句 你好风神 请说 打开音乐 老弟 当然 如果你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 你也依然可以说一句 你好风神 请说 关闭天窗 好的 正在为您关闭天窗 同时呢 它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它的乐音量呢 也是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你不需要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频繁地去调节音乐的声音大小 打开扶手箱之后 你会发现啊 它有一个空档 这个里面呢 是完全可以放一些票据的 而且呢 这个里面 还是一个可以调节温度的小冰箱 是不是很贴心 那么这个小小的水晶挡霸呢 可能有人觉得不太霸气 但是我觉得啊 很多女孩子应该都喜欢 这样小巧的设计 虽然看起来视觉效果非常运动化 但是它的材质 用到的都是心肤材质哦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女生穿裙子 也不需要太担心 它会粘在我们的身上 主驾的座椅 还有通风和加热功能 而且啊 它还有Type-C和USB的充电接口 不开不知道 咱们路上借真照 走吧 我左驾驶这个冠军版 110公里的送出电脉 实际上也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车型的 它的动力总成呢 是一套非常标准的 穿变连的混动结构 本身的1.5升发动机呢 有110马力 而它所拥有的电竞呢 则是有一个197马力最大速度 而它系统的综合功力呢 会是二者相加 但是稍微少一点的 这么一个总输出 在搭配了这个ECVT的变速箱之后 实际开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平顺 动力相对比较充足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比亚迪的车 其实就是这样子 中规中矩 不会给你太多的惊喜 但实际上你所想要 它完成的任务 它都能比较好的 不太打折扣的给你完成 一样聚集到这辆车的配置 就是比如说前后的倒车雷达 360度的环影 它都能给到你 而在驾驶辅助方面呢 也是一套非常标准的 D-Pilot L2系统 虽然它的使用体验吧 还是有不少改进的空间的 但如果你要是用配置水平 去考量它的话 你在它身上调不起太多的暴力 我这辆浩瀚DHI1.5T 它搭载的是1.5T的温轮增加弹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是215千瓦 最大扭矩是565牛米 在动力方面 肯定是超过你那辆Song Pro DMI的 性能强 马力更足 怎么你刚才说你ECVT的顺滑 我这个四档混动DHT就不顺滑吗 而且我觉得它是比这个 无级变速的ECVT呢 动力来得更快 更直接的 来 我们加个速 现在是这个标准模式 你看 这个换挡 根本就感觉多大 完全是非常平顺的 市面上大部分的车型 其实更多的是 两档或者是三档的DHT要多一点 那么四档的混动DHT 其实并不多 不过它有一个明显的好处 就是上高速的时候更加的省油 我觉得紧凑型SUV选 它们的一般都是 年轻群体要多一点 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小运动的 浩瀚DHI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这套动力系统 是能够匹配到 它的整体的外观的设计的 还是比较运动的 它有三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刚才我们也是在标准模式下 进行一个简单的加速 现在我们来切换成它的Spark模式 在这里面要提一个小细节 就是它这个方向盘上 是有一个专门的按钮 去切换它的驾驶模式的 其实就是效仿了一些 运动车型上的一个配置 不过虽然它只有这么一个 切换驾驶模式的功能 但是形态上还是完全拉满的了 好 我们继续来一个加速 在安全的路段 大家有听到吗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微微的 模拟声浪的 虽然大家觉得这个模拟声望 其实就是单纯听了声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 这个氛围感已经完全云造出来了 算是这个价位的车型当中的一个小亮点 至少它是有一颗运动的心的 在我看起来 车子只要开起来 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系数 那么浩瀚的车型 它从1.5T基础版本开始 它的主背的安全就是因应俱全的 并且我这辆车 还有全速的自身巡航 怎么样 是不是我选的这辆车不仅个性 而且它的实用性也没有落下巴 你说的我都想试一下 来来来换我来试一下 那么整体开下来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这两款车 在动力的性能上 都还算得上是对得起 这两款车的一个价格 不过相比较而言 不管是数据上也好 还真实开起来也好 我个人觉得浩瀚的 可能动力要更加强劲一些 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紧凑型 混动车型来进行对比呢 其实好处不用我多说 混动车型在这个城市走走勤停的路段上 一般是以电机为主要的动力模式 所以说它也会更节省能耗一些 而在长途以及中长途的 这样的旅程过程当中 一定是混动系统占优 浩瀚的这套混动系统 大概能达到一个 官方测试出4.2升的油耗 其实还算是比较节省的了 那么看一下它的能耗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款车 如果你在日常的 代步行驶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一个月加一次油 就足够了 我个人觉得 一辆紧凑型SUV 应该是更符合年轻人群体的 但是浩瀚这款车型 可能更加符合年轻 以及年轻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它既需要一辆SUV的空间 同时又需要多场景的应用模式 并且在动力上 还需要一个更加年轻的心脏 在官方的测试当中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6秒 其实是要比我旁边的 这辆Song Pro DMI 要快2秒的 而且它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细节 和运动的小属性 加持在上面 当然了 它最后还是会回归到 实际的使用状态当中 确实如果硬要比动力的话 我身边的这辆冠军版的 Song Pro DMI 可能确实不太占优势 但是这辆车 真的是把使用两个字 写在了脸上 无论是从它的外观 还是动力感受 还是驾驶体验 还是振作体验 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驾驭车 虽然它更新化 池塘云术上面 没有它的对手这么的丰富 但是规规矩矩的没有错 总归是比较讨喜的 不过刚刚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浩瀚DMI的价格 确实是太让人心动了 在它的高配价位 你只能选购到 Song Pro DMI的 冠军版的低配车型 所以一向强调 性价比的比较迪 这次终于遇到对手 好的 那么这一次的测评 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 希望能够在选车的过程当中 稍微给屏幕前的你 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我觉得就足够了 那么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